美国康涅狄格州一所小学在14号发生了枪击案造成重大伤亡 当地媒体报道说包括枪手在内的近30人死亡 其中大多数都是儿童 这起枪击案当天上午发生在康涅狄格西部纽敦的桑迪胡克小学 当地警方负责人保罗万斯在事发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警方当天上午9点30分左右接到报警 随即派出警员前往现场 警方在现场发现多具尸体 其中既有学生也有教师 枪击嫌疑人的尸体也在现场被发现 万斯没有公布具体死亡人数 但据当地媒体报道 枪击造成近30人死亡 其中大多数为儿童 万斯说警方正在通知死者家属 在通知完家属后将公布确切死亡人数 当地媒体说 这起枪击案的嫌疑人为20岁左右的瑞安兰渣 另有一人遭警方扣押接受调查 康尼迪格州州长办公室官员 罗伊奥乔格罗所说 州长丹马洛伊已到现场与学生家长见面 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已给马洛伊打电话慰问 此外呢 另据报道 嫌疑人和他的母亲也在这起枪击案中死亡 目前枪手已经死亡 但是不清楚他是自杀还是被击毙的 受伤的老师和学生已经被送到附近的医院进行救治 据报道发生枪击事件的小学名叫桑迪胡克小学 那里有从学前班到四年级的600多名学生 学生的年龄基本在5到10岁之间 值得注意的是枪手的母亲在这所学校任教 枪手的目标可能是其母亲任教的班级学生 并且枪手的母亲也已经身亡 为了保证师生安全 纽敦是在枪击事件发生之后 关闭了当地所有的学校 对于这起事件我们还会继续关注